今天台灣受到太平洋高壓以及新南風的環境影響 各地大多有一個多雲稻情的天氣 受到新南風這個沉降的影響 在東南部地區今天也有發生粉風的一個現象 在台東的金輪地區今天有41度的高溫出現 是今年觀測以來的最高溫 這樣子一個天氣形態大概可以一直維持到明天 大概是屬於一個新南風影響的一個天氣形態 那未來一週各地都大致上都是一個多雲稻情 然後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所以我們從今天的真摯雲土上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台灣各地的雲量都還是相當的稀少了 只有在午後山區有一些雲系正在發展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地區的話 今天是受到一個比較明顯的這個新南風影響 那這個新南風通過了這個東南上半的南端之後 到了東南部地區是會有沉降的 所以受到這個新南風沉降的影響 今天在東南部地區這一塊雲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這些地方也有一些粉風發生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從這個今天的溫度觀測上來講 今天各地的溫度也都還是相當高的 橘色的部分是大於33度的溫度 可以看到全台灣的平地各鄉鎮 大致上都是有33度以上的高溫發生 比較大於橘色或紅色是36度到38度的一個溫度 那有大於38度的溫度 主要是在東南部地區 比如說太馬里金輪這一帶 那今天的最高溫是出現在台東金輪是有41度 那這樣子一個溫度對今天的高溫上來講是特別明顯的 那這個溫度上來講到了明天可能也都還是有比較類似的一個情形 那明天大臺北地區的溫度也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明天的高溫上來講 這是明天的高溫的一個分布 可以看到橘色的話是大於35度 那紅色的部分是大於36度左右的一個鄉鎮 可以看到主要有36度以上高溫發生一個區域 是在整個的中南部的近山區 還有台東東南部太馬里這些地方 也都還是有機會出現36度左右的一個高溫 那36度的高溫在東南部地區主要還是因為西南風帶來的一個沉降粉風的一個影響 那中南部的近山區則是因為是比較靠山區 所以整體的溫度上受到太陽加熱會比較明顯 所以溫度上會比較高 那另外要提到的是大台北地區 明天也都是可能會有36度左右高溫發生一個情形 從這個溫度分布圖也可以明顯的看到 在紫色也就是說36度以上的一個溫度上來講 主要是集中在中南部的近山區 還有東南部跟大台北地區這一帶 那未來一周的溫度上來講也是比較明顯會 大致上最高溫都是有33到36度左右 那溫度上來講也都是以剛剛提到的西半部 會有比較明顯的高溫是在太馬里這個位置 那到了2號跟3號 台灣附近的環境會轉為比較偏東南風 所以這個東南部的這個粉風就會比較趨緩一點點 但是許而代之的是在比較東南風的背風側 像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區這裡 整體的極端高溫發生的機率就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那太平洋高壓持續的北移之後 台灣附近的溫度還是會相當熱的 只是出現極端高溫的這個狀況可能會稍微降低一點點 但是各地的溫度都還是相當高 那至於在降雨的部分 到了明天西南風減弱 所以今天原本在中南部的這個沿海地區 有一些陣雨霍雷雨發生 那明天這個陣雨霍雷雨會稍稍的趨緩 那各地還是一樣有比較明顯的五厚雷陣雨 那這個五厚雷陣雨的話 是在中部以北跟宜蘭花蓮地區 可能都還是有比較大的雨勢發生的機率 那7月2號到7月3號 這兩天就是下禮拜二跟禮拜三 台灣附近的這個風場會從原本的西南風 轉為比較偏東南風 所以這個東南風帶來台灣的時候 各地的降雨會比較偏向五厚雷陣雨為主 那各地的山區的五厚雷陣雨 可能還是有達到大雨等級的一個降雨的一個趨勢 但是後續的話 五厚雷陣雨會稍稍的趨緩 各地都還是會有一些五厚雷陣雨 但是整體的降雨量會是持續的減緩的一個情形 但是這些部分大家都還是要留意到 未來一周大家在山區活動過了中午 都仍然要注意這個天氣的變化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未來一周的溫度 未來一周的這個天氣的話 都是高溫炎熱的一個天氣 那今天明天東南部都還是容易有焚風發生的 午後還是要留意午後雷陣雨 那中南部地區今天明天都還是會有一些降雨發生的一個狀況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說明 然後呢 我們來看見